新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地在全球延烧 而为了降低感染风险 华联市公所从即日起 特别将防疫措施做到超前部署 除了要求公所同仁 上班的时候都要戴口罩量测体温 更在零贵加装了压克力材质的透明隔板 希望有效杜绝飞沫传染的风险 亲爱的公民众一走进华联市公所 就有人主动上前量测体温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延伤 华联市公所即日起将防疫措施超前部署 除了要求民众及同仁进入公所 必须佩戴口罩量测体温 更在零贵加装压克力材质的透明隔板 降低飞沫传染的风险 让洽工民众及公所同仁安心许多 隔离窗你却的好吗 好啊 嗯 那个口目比这不会分飞 我们发现飞沫传染的话 我们在前台这边 很多民众 尤其是伸张柜台的民众 他们不是要去医院 就是从医院回来 然后如果说他们只有戴口罩的话 我们工作人员戴口罩 我们觉得防护不足 然后感谢公所 有做了这个隔板 让工作人员跟民众都能够安心 其实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有每一项需要增加的部分 都用滚动式检讨 那来希望能够来达成超前部署的一个概念 那有很多同仁反映说很多民众洽工 那他们其实也都会有担心之余 所以我们在在整个廉价期间 也请了厂商来做相关的一个透明塑胶的压克力板 让所有洽工的民众可以放心 让我们自己同仁上班也可以安心 华联市公所外头更搭起了两顶大帐篷 市长魏家坚表示 到市公所洽工的民众当中 已办理车票补助的业务居多 因此未来将会请民众在户外等候 依取号叫号再进入市公所 拉开民众接触的距离 避免感染的可能性 借取历情 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